欢迎来到陪你读录音讲要 您好,我是唐宇宇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那我们先进篇目前的进度是在第七章 会有几章都跟言辉有关系 言辉是孔门里面最重要的地址 虽然他很低调 进退应对,小心谨慎 但他的才华是大家肯定的 尤其他的好学,他的人心,他的贤德 他能够了解孔子的大意 对孔子的内涵做弘扬跟传承 曾子除了学之于孔子以外 曾子也学之于言辉 在礼记的谈功里面 曾子在灵命中也跟他的孩子 曾圆曾圣曾圣说 没有言辉,他这一生没有什么东西 教孩子 可见言辉也是他心目中 很重要的亦师亦友的人物 那我们这一章就谈到 这个季康子到孔门里面来找人才 经文是说 季康子问弟子俗为好学 孔子对曰,有言辉者好学 不幸短命时矣,今也则武 这一章的历史背景 一定是在鲁埃公十四年之后 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回到的鲁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里面说 颜辉不幸短命时矣 颜辉是在鲁埃公十四年的时候 孔子七十一岁的时候过世 孔子七十岁的时候死了薄鱼 七十一岁死了颜辉 这一章是季康子 在鲁埃讲院里面说 他想要用人才 大家都知道 人才都在孔门里面 但他不问说 弟子们哪一个是人才 他说弟子俗为好学 可见人才的因是好学 为什么好学是人才的因呢? 因为我有好学能力才会加强 好学啊 这个以好学来经营品德 品德才能可观 这个好学当然不是死读书啊 好学当然是要文一之二了 文一之三了 文一之死了 且说琢磨了 乃至于这个人世上的历练 这些都是好学的 那跟我们时下一般听到好学 就是书呆子 只会死读书 这个情形是不一样的 所以雍野篇里面 鲁埃公也是问孔门的弟子 俗为好学 那孔子在这个雍野篇的时候 回答爱公是不牵怒不饿过 那上次我们也说到不牵怒 大凡能力很强的人 他不容易发脾气 也不会牵怒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 你看那个西乌记里面 如来佛就没有什么脾气 并不是他是烂耗人 而是能力很强的人 他不会那种暴怒 或者是无知当中的恐惧愤怒 那不饿过也是一样 就是有很多的学习 很多的知识背景 所以他会有各种的认知 他不会在无知当中犯过 过跟罪不一样 罪是讲有心犯 过是无心的 但既然是没有心要害人家 怎么会是过呢? 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是过失 这可能是在认知的不够充分 学习的不够广播 他所造成无知的这种过失 自害害他的过失 那就像政府官员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如果无知 他就会造成很多的过失 把老百姓当实验品 虽然他没有心要犯罪 可是这个过失有时候是比罪还可怕 所以好学是非常重要的 那孔子对约 因为姬康子是上亲大夫 孔子是下大夫 在爵位上 三家大夫是比孔子高的 所以记录者是写孔子对约 说有延回者好学 他的弟子里面有延回 不幸短命思矣 你看回 延回的名 老师称弟子是称名 他那时候不幸短命思矣 有人说因为延回过失 是在父母之前 所以叫短命 其实应该不是这样 如果有些人父母活得很长 比如说老来子的父母 活了一百岁以上 老来子也活了七十几岁 还在孝顺父母 这时候就算过失 都不能叫短命 这短命纯粹就延回 中年的时候就过失 那时候孔子七十一岁 延回四十一岁 就是很不幸的 这就是孔们心中 孔子独许原回好学 这里面应该有 除了独许原回好学 其次就是哀公懦弱 或是继孙大夫八妇 僭越理智 所以为他推荐人才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在国家上还帮不了忙的 那弟子们如果愿意去做官 孔子也不阻挡 可是孔子也不主动推荐 这一章应该是这样的 虽然说不幸短命失忆 因为你问我的是好学 所以在弟子们当中 我独许原回好学 可惜啊 今夜则五 那有的人说 对鲁埃公回答的是很详尽 对季康子回答的是很简单 因为他要等待季康子的问 他再来答详细的 这就是教诲之道 诸子说是教诲之道 可是不是 季康子的地位在孔子之上 他也不是孔子的学生 孔子对他谈不上什么教诲之道 那还有说啊 这个君问臣啊 臣要详尽一靠 所以跟鲁埃公讲得很详细 跟季孙大夫啊 讲得很简略 事实上跟国君 有时候不能讲得很详细 因为国君如果不问你的话 你也不能讲得详尽 呃 比如说 陈恒把七简公杀了 孔子请讨 鲁君不许 他也没办法去跟鲁君 详细的分析 这场战一定会赢 这没办法 国君不肯出兵 你再讲得详细也没有用的 有时候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他只是说 你问我什么 我针对你的回答 这样就可以了 对方如果有心再去问下去的时候 那我再回答 总而言之啊 这一个里面 他告诉这个季康子 就是这种在浩学上 弟子们是没有的 但并不是说弟子们没有其他的 这些人都不读书 或者是都不求学 或者都不好学 不是 而是说 这好学的高标准呢 只有言回答到 言回不但是文艺知识 悟性很高的 对孔子是非常赞叹的 赞叹孔子是 薄我以文 约我以理 这个 虽欲从之末 又也已 就是一直跟随 一直跟随的那种精进 这种精进相啊 孔子只有独许言回 无见其敬也 未见其子也 要从各章里面来配对 为什么孔子读习 远回好学 而孔子自己也称自己啊 好学是别人赶不上 可见孔子把好学啊 的定义是非常高的 叫做十四之以必有忠信 如某者言 在一个有十户人家的地方啊 会有找到像我子弟这么好 可是魏藏族某字好学 没有像我孔某这样啊 好学 可见好学这件事情啊 极不简单 那我们这一章里面呢 也可以体会啊 学入圣门啊 除了子弟以外 就是要好学 好学会让我们 这个 志向越来越远大 因为你越来越相信 你有能力 去利益别人 你这个时候 你利的志向啊 就会慢慢的远大 那好学也会让我们 这个 能力充足 好学会让我们交到 有实力的朋友 好学所经营的平德 又让我们特别有风采 改变命运呢 都靠好学 赢得别人的尊重 也靠好学 想要去利益他人 有很好的事工 也靠好学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